什么情况 停车 停车 我靠 你怎么开车的 哦耶 哇哈哈 小小你太厉害了 走 出事了 救命 救命了 我的天 徒手掰车门 牛皮啊 这么猛 这是什么味道 好像汽油 傻狗 你再不走 就要做烤狗肉了 老大 祝爷 你们等等我 我惹你个低阶 撞了人还想跑 喂 我说你们怎么开车的 差点撞死人了 不知道吗 神经病吧 要你管 混蛋 你特别怎么开车的 差点送我们全家开喜 你知不知道 干什么 你凭什么打人 打你们这两个傻叉都算是轻的 我恨不得宰了你们 没错 打你们都算是轻的 喝酒飙车逃逸 你们这种人渣败类 就应该脱去枪毙 好好好 你们等着 我这就打电话叫人 关键时刻没信号 封了 来 用我这个 新款苹果十五浦若灭特斯 你是什么人 有钱人哦 我在左下角给大家安排了 一万台全新的苹果十五浦若灭特斯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送你一个也无妨 呃 苹果了不起吗 现在华为才是遥遥领先的 这不巧了吗 为支持国货 我特地跟官方购置了 两万台华为Mate60普洛 做保底奖励放链接了 见者有份 你可拉到吧 是真的也肯定早就被抢光了吧 你不用担心 这都是专属粉丝的福利 左下角有挂链接的用户才能参与 上线激活貌美AI女仆 帮你抢BOSS 带你领手机 并上手冲送的神装大地包 挂机轻松拿双手机 完成任务还有额外的八千可以拿 哼 你有钱 也轮不到你多管闲事 不就是壮的人吗 老娘随随便便都赔得起 还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叽叽歪歪的 都给老娘滚开 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 杀 你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就可以飙车 是人人秘如草芥吗 就是 不要以为有两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气死人了 怎么会有这种人 切 老娘有钱就是了不起 死一个 大不了赔个几百万 几百万不够那就一千万 我看还有谁还敢在老娘面前放屁 我扔你个DG 这么嚣张 土泥怕木比狗爷 我都还嚣张 你怎么活到现在的 都给我让开 一群土包子 想走 两件事 第一件事 想被你伤害到的人道歉 第二 自己打电话自首 否则 我会让你追回莫及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挡我的道 信不信我先弄死你 我不信 老娘可是滨海谭家的人 我爷爷更是身价数百亿的大富豪 弄死你只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如果正如这个女的说的那般 他有个身价几百亿的爷爷 那这件事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 是啊 那可是豪门啊 混蛋 我可是谭家的独女 你敢这么对我 我们秦家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你的家人 我们秦家也不会放过他们 有点意思 看来这个所谓的秦家给了你足够的勾胆子 那好 我现在就给你机会 行 小子 你牛市吧 你给我等着 爷爷 救命 我现在被一帮刁民给围住了 有人还想要我的命 你快来救我呀 我在 小子 你完蛋了 当小小他的家人到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今天调戏了多么厉害的人物 小畜生 没有什么事是我们秦家摆平不了的 我们谭家一年给 滨海交的税都是十几个亿 你拿什么跟我们道 铁柱 这个叫什么谭家的 很厉害吗 老大 没听说过 糟了 这个女人没吹牛 滨海只有一个秦家 是个豪门大族 做皮革生意 有着几百个亿的资产 难怪这个女人敢这么嚣张 原来背景雄厚 有事无恐 这么说要是秦家的人到了 这位小哥就倒霉了 小哥有点冲动了 不应该让这个女的打电话叫人 应该直接让捕快来处理这件事 是啊 以秦家的实力 我估计分分钟就能把这个女人捞出来了 阿强 这个谭家听起来还挺厉害 没事 我相信好人有好棒 就算是他们谭家家大业大 也不能不讲道理 哼 一群傻叉 等我爷爷来了之后 你一个都别想跑 闭嘴 你个老班丘 我一般不打女人 别逼我善你 你给我等着 你们说 待会秦家的人来了 我们该怎么做 秦家可是中海的豪门望族 其实我们这些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对抗 就算谭家人来了又怎么样 道理在我们这边 难不成他还敢藐视国法 一手遮天 才可通神啊 秦家家大业大 只要钱到位了 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爷爷 你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你孙女快要被人欺负死了 我爷爷来了 这下看你们怎么死 就是 小子 你死定了 闭嘴 小卡拉米 我让你说话了吗 混蛋 还敢打老娘 我一定要让我爷爷把你剁成香辣酱味道 哼 哪里来的爷小子 感动我谭东明的孙女 谭东明来了 真的是他 跟网上一模一样 我的天 这可是神家几百个亿的大富豪 身后还跟着几十个保镖 个个都凶神恶煞的 你就是他的爷爷吧 你知不知道你孙女最久飘车 一连破坏了十多辆车 还撞翻了一辆帕帕特 差点让车里的两人葬身火海 没想到小小竟然惹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过还好 小小人没事就行 其他的都是小事 有这回事吗 怎么没这回事 我就是帕帕特车的当事人 刚刚这个女的开着这辆马莎拉西 阿强 爷爷 他们刚刚打我 你要给我做主啊 你胡说 明明是你撞了我的车 还差点让我们葬身火海 撞了你的车是吧 不就是一辆小日子吗 这里是三十万 拿去买棺材总够了吧 我的天啊 真的是三十万 看来今天运气不错 虽然被人撞了车 差点领了盒饭 但还是赚了 得够了够了 我们拿车只要十几万 这三十万完全够了 谢谢 我们先走了 慢着 小子 你们就这么走了 那你 哼 小子 我孙女撞了你十几万块的破车 老子现在赔给你了 但是你打了我孙女 这是你说怎么办吧 敢打我 怎么也得让他赔个二百万 完了 二百万 我哪里赔得起啊 这可咋办 哼 你孙女不是我们打的 是他们打的 不管我们的事 你要找就找他们吧 跟我没关系啦 我惹你个低级 老大 这 我们这帮了个什么玩意儿 不是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好心好意的帮你 你 我可没让你们帮我们啊 是你们自己要管闲事的 你可别把事情推到我们身上 那可是滨海的豪门呢 得罪了他我们就死定了 我的天 这对情侣怎么这样呢 哎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 以后这种人谁还敢帮 是啊 好心救了一命 竟然还到打一旁 哼 那是他们自愿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卉卉 别这样 我们 美女 不错啊 我很看好你 明天你就来我们 潭市集团公关部上班 我给你十万块钱一个月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我一定好好干 不让您失望 卉卉 你 你怎么能这样 我惹你个低界 真是好心当驴肝肺 小子 你看吧 这不是没死人吗 我谭东宁的孙女标克车 算多大的事情 以至于你逼她下跪 还敢扇开巴掌 那么的 那万一死人了呢 万事皆有因果 就算是有人被我孙女撞没了 也只能说他们活该 为什么死的不是别人 而是他们 普尼阿木 正说的什么话 我总算明白 你孙女为什么如此蛮横无礼 原来你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小子 你说什么 你敢骂我 老东西 就你这种为富不仁的家伙 我不但骂你 我还抄你信不信 不止死活的东西 也该对他老不敬 雷师傅 给我拿下他 我要让他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又是谁 一人雷宝国 就让我来教教你 这个年轻人 做人的道路 什么 他是雷宝国 我的天 他竟然是雷宝国 他竟然是雷宝国